大家好 欢迎回到蒙向编辑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又我去流山做我们新西兰意德台阳 大家好 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片 还有订阅蒙向编辑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报 我再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看到很多媒体都在说一宗案件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看看 有些媒体疑似《加油添醋》 再者,假如《加油添醋》里面 我们再从那个说法可以深度探讨一下 究竟是否有他们所说的这么大的问题 对于现在关于警队、警务人员有什么的疑似 不是那么好的行为 然后那些黄友简直如获自保 是的,每次都是 凡是与警察有关的负面新闻 都会是热话都会成为 是吗?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有些媒体不知是否自己作故事 然后这些黄友对这些疑似作故事 就再加油添醋 这些就变成三人城府 越苗越黑那些什么也有了 好了,我们回来说说发生什么事了 大概今年6月左右 有一段网上的影片 这个环境就发生在 启德加督会那边 你现在不用再去那里看了 你再去那里看 我想大家都有警觉性 知道这件事有人被抓过后 欸,是不是一个 restriction 即使大家都会贴配一些透露告示 叫大家去露台话的时候 就下blade点点点点点点点 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段片里面Уinformation 看到一推 хотяcilün 一对男女ului 全身都光亮亮就是玉顺 即是玉色的比例 是玉了 玉顺的陷体竟然在露台中 玉帕 然后玉玻钊 发生玉帕 是相当之 Quel omin 其实时间很短 那段片子拍到 可能他们的激战有多久呢 还是在露台找东西呢 还是匆匆梁出来找东西呢 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总之涉案的男女都可以先后被捕 我没有记错是女女的被捕 后来隔了一点时间 都断日计了 接着才拘捕为男女 如是者这宗案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都应该进入了法律程序 两个是否在排期等他审判 谁知道现在的焦点 就不是在这两个人身上 反而在警方身上 警方身上 哎呀 警方就发生什么事呢 那要说一下 警方经过调查之后 就把这宗案列作为 作出有违公德行为罪名 交由给收某平 警区刑事调查队 就跟进了 那我们记住 哪一个警区 好吗 另外 也是尖沙咀区 因为都拘捕了另一个男子 因为女的 36岁 男的 30岁 现在就有趣了 就说有警务人员在没有授权下 就登入了内部系统里面 看看这个女主角究竟是什么样的 那这里呢 其实我们暂时来说 都未听到警方有一个实际的公布 究竟是牵涉到多少人 有去登入过这个内部的系统 记住啊 是没有授权下 即使你已经是违反了警队里面的一些守则 看了这个女士的样子之后 即是这个36岁的女士的样子之后 还说有警员 怀疑应该是隔着屏幕 拍下了她的样子 之后再透过WhatsApp 在一些内部WhatsApp群组里面 传语 我们看到一些媒体的分野在哪里呢 有一些说 牵涉到好几个个别警务人员 那究竟是群组里面 只有几个警务人员 还是认识那部机器的人 有几多个呢 究竟是一个认识 接着就拍下了 再在群里散去 还是怎样呢 这个就是一件事 我估计这个机会比较高一点 我都认为是 应该是由一个拍下之后 在WhatsApp群组里面 一传十就十传八 搞到很多人看过这张照片 如果是这样的话 牵涟真的甚广 这件事 个个都有份看过 有份传过都未定 刚才台阳就说 咦? 你又说只有几个警务人员 台阳看到有很多警务人员 现在就是这一方面 很多不同的媒体 就将这件事 疑似 就叫做放大 以及可能被扭曲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哪个真哪个假 当然 最好等之后 警方出来说这件事 究竟是怎样 有媒体竟然这样写 就说有几百个警务人员 没有权限下 就登入内部系统 去看这个女士的样子 哇! 都挺搞笑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 我们先用一个正常人的心态 所有人都好奇 很想看看这位女士 因为有见到一些 不山真面目 对 那何解呢? 因为这位女士 都被人越传越厉害 又说到她好像水性羊花 在世潘金莲那些 说到好像潘金莲 大战西门庆一样 在一个炉台上 那些人想想 这个是否整个潘金莲那样的款 令到三十岁的小鲜肉 都对她忍不住在她的露台 你说会不会有几百个警务人员 都突然受到现代版 被封为潘金莲那样的女性 迷一迷一迷一 哎呀不要理那么多了 无权限也只要进入内部 是不是呢? 是否这么夸张 首先 无权限 你是不是可不可以 查核到你的无权体的材料? 如果 警察内部的电脑系统 原来可以给些无权限的人 查核一些不应该 接触到的内容的话 这方面 应该很可能 警察内部的电脑系统有问题了 假设 电脑系统 的确是不容许 一些无权限的人 查核到这些资料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些人又怎么能够看到 它是用什么方法 会不会借别人的账户 来到 登进去的电脑系统 找出这些资料呢? 还是有一个人有权限 登进去 找这个资料出来 然后呢 就拿给人看 是吧 就是叫同事 看东西 看东西 有些同事 就乘机 就拿自己的手机 对着屏幕 拍摄照 在一些WhatsApp群组 传来传去 会不会是这样呢? 这个也有可能 那我们先说 现在就说 有些媒体这样写 有这件事是太张扬了 引起高层的关注和介入 他怀疑有人涉及一些不诚实使用电脑 或者纪律问题 接着有搞笑 他说 由于涉事的人数 可能数目真的很多 甚至乎 牵连高级人员在内 就说 令到调查事件不了了之 接着这些 不了了之 还有什么的 就被黄媒马上无限放大 还说 有人质疑 警方明知有人犯错 还对这件事冷处理 还说 警方表示 已经对这件事 已经完成调查 而相关的 违纪人员 已经接受了 适当的纪律处分 接着 令到那些黄友 做了图 又说 不了了之 冷处理 例如将这些字 无限放大 我刚才这样想 假如 我和易德sir 都在不同的警员群组里面 如果突然间有一个群友 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 就得到一张不知名的女士照片 然后将这个女士照片 摆上了我们的群裏 即是我们警员的群裏 可能会有人问 是谁 谁人 可能会这样问 可能会问类似的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看到她的照片 但我也不知道 她是一个牵涉某一宗案件 甚至乎 就是这宗 这宗 露台肉搏箭的 再世判金链 这样 我也不知道 对吗 是 假如 有人 口多多的 来问 放了一个女性 可能会问 是谁 不要问多多 正不正 可能我们当谈谈 我们当几个警员私下的群 很正 到底是谁 可能会这样问 也不错 是谁 可能我们会追问 原来你告诉我 这件事 我不知情 你让我看到 假设那群有五十人 你发了几个 那个人又整顾其他群裏的人 发来发去 可能会问 我不知道 可能我不回答 你是哪个女性 她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 你自己问 哪个群 他们就知道 假如你又不知道 又将这张照片 再贴到另一个群裏 然后就问 有人知道她是谁吗 然后可能有四五十人 又看过这张照片 那怎么办 可能有一部分人 是不知情的 你不能说 他们全是 维纪人员 对吗 是的 所以这件事 虽然天年甚广 但是照计就没理由 个个都是有份 对吗 有些根本 大家都在一个群组里面 可能我也不想看 但是 在群组里面出现 也都看不下 这一部分的人 我相信 应该不是善案的人 这些人 也可能是无辜 也不承认的 所以你说 是不是要几百人 全部要怎么 纪律处分 是不是真的 因为高层 不了了之 还是怎样 你又不知道 应该是没有的 应该是没有的 这种人 也可能涉及 这件案件 也不一定 但是 首先 他可能不知道 那些相片 要有权限才可以看 可能他不知道 也不一定 如果他不知道 这个女士的相片 是牵涉到某一宗案件 他看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 可以说回一宗经典 殯儿B仔 大家都知道 听顾名思义 他是做这个行业的 他也会牵涉到 帮一些人 去搞死亡症 如是者 他会有这些人的身份证 就是他对着身份证 来拍照 他有一次 亦都不注意 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下 就把这些 已经是离世的人 的身份证 有十多二十张 就扔上去 我们的WhatsApp群里面 这样 你会不会说 他公布了某些人的私隐 当然 他自己也是不小心 按错证 类似这样的情况下 就不注意 他有一次 是直接离谱到 他不知为什么 按了自己的Facebook 就是把这些人的身份证 哎呀 真是忍耐大头虾 是啊 他有时候 傻成这样 即是不小心 按了类似的说话 按了这些相片 去摆出去 这样也有 即是有时候 人的事情 可能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可能会 散了某些东西 都不顶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实施 这个可能 所以你说 如果假如 那个群组里面 真的有一些 纪律部队里面的高层人员 他可能 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 都成问题 即是有人摆到群组里面 但他有没有看过呢 可能他也 未必有看过 就算看过 他也不知是哪个 会有这些情况发生 所以你说 要全部 有什么不了了之 还是怎样 我觉得这些 太不公平了 再者 我们要说清楚 可能 人真的有好奇心 假如 你真是这么好奇 这么想知道 这位女士 是怎样的样 你就留意 法庭的时间表 就看看 他这宗案 排期排到何时 何时就上庭 那你就有机会 去做旁听师 就可以一到这位 有些人说 是什么在世判今年的 还是什么 女士的专容 对不对 是的 那就是合法 是吗 对 对 所以有时候有些朋友 他想很好奇 例如有些 什么反物 反的那些 看看他是不是 那个样子 那么疯狂 因为你有时见到 某些案件 那些人可能是黑暴蒙头 或者可能 在Whatsapp 或者社交媒体 都会夹出那张图 但到时 你去到法庭 见到他们的真人 又不是这样一回事 所以是另一番的选择 所以有些人 想见到黄沙沙 其实你去法庭看看 还是怎样的 之前我们也有 都去过法庭 有去看过那些什么 立场姐姐 就是他们上庭 说话的时候 究竟是怎样的 那便可以了 是吗 那你不会是故意 用一些违法的形式去看 好奇的心 一定有的 如是者 在警方 都未正式公布的时候 竟然 那些人 就瘋得这样 刚才我们说到 那些媒体 哇 写得这么夸张 他们有些 夸张得来 又炒车的东西 都挺有趣 我们不如分享一下 好吗 那我们就可以从中 看到这些媒体 那个可信性 究竟是怎样的 他就说了 这宗欲火男女 在露台 D.O.野事件 就在 刚才我们所说的 6月初的时候发生 还在说到 又说 这个光吐吐的女士 就半季的形式 背对着这个男士 还说 这个光吐吐的男士 一边扶着露台的边 还说她 花色百出 欲博连翔 搞笑 几秒后 这个男士 急速的动作 突然间就停了 还突然间 双脚都屈一屈 而此 就紧贴着这个女士 那两个 就说她抱一抱 接着急速战斗 看到 很严重 几秒之后 男士 就把她的海绵体 拉出来 还在拍摄 就说 这么快 没有了 射了 类似这样的说法 那个炒车之处在哪里 你说 这个男士 扶着露台边 花色百出 欲博连翔 几秒 几秒后 就说是停下 几秒 怎样花色百出 几秒之内 请问你可以 做到什么花色 一秒一色 最多是几色 所以这些媒体 都写得很夸张 看得到她很欲紧 其实玻璃又反光 又被蓝 遮住了一点点 嘩 嘩 隔得这么远 你可以看得出 她拔出了海绵体的生殖器 除非她的生殖器 好像我们煮的什么 萝卜糕 那条萝卜这么大条 是不是 隔得这么远都看到 是的 哇 有没有这么夸张 是吧 即使你说 像施华力抢 隔得这么远都看不清楚 是吧 也是 所以这些媒体 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留意去写什么 说什么才行 好吗 对 好 一切等警方出来公布 或者交代事件 究竟是怎样的 这样才来得公平 好吗 没错 那究竟是否有警员这么八卦呢 我们也不难保 有人会不会因此而明知犯罪 而都要他这样做呢 那我们也知道 这些电脑的东西 你开一个材料 哪一个订阅过上去的网 哪一个订阅过 哪一个订阅过 哪个人开过哪个材料 这些 其实不是很高深的科技 如果你仍然都要这样去试 你自己好自为之 你这样的违法行为 好 我们今次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